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可见一台开着危险指示灯的绿色出租车 在路上侧池迟速通过一个路口 这日目发生在11月3号晚上9点半左右 珠海九州大道0溪路等多个路段 正准备跟他洗澡,然后我就发现他不对,然后怎么抽出嘛 他脸部也就是抽,然后去摇舌头 情急之下,周女士和丈夫立即抱着小孩出门 拦截猪猪车前往珠海市人民医院 见到路边抱着小孩的一家三口 原本还以为是普通的一单生意 没想到却变身成救护车 这司机是主动说的,然后他叫我们打110 然后说一下情况 这样的话有交警指挥我们的话他就快一点 周女士的小孩今年一岁半,刚好就是小而经缺的高发期 当发烧体温增高,就很容易导致神经系统突然性放电,出现抽搐 接捕之后的珠海交警信控人员在监控当中 很快就找到了这台特殊的救护车 因为他当时这个情况是属于极为重症患者紧急出行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珠海交警接到这个情形以后 也是立即给他启动了绿波应急救助方案 目前周女士的小孩已经脱离危险等待出院 真的很特别特别谢谢他们了 我从来没想过报警 会是因为这样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报过警 这是第一次然后没想到是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市警官同记者说 从2015年开始至今珠海交警利用绿波措施 处理紧急情况达到三百多件 这个绿波呢其实就是简单的来说 就是让目标车辆通过规划好的预设好的这个线路 经过沿线接下来的几个型号 红绿灯控制路口让它可以都在绿灯时段通行 不用遇到红灯 使它通过绿灯的时候也不用遇到排队的车辆 主要是为了保障这种极危或者紧急处行 还有一种就是消防警车工程抢险车 这种需要抢险或者说救援这种情形 感谢观看